稻奇球場呢 今天在這個稻奇隊 在稻奇球場舉行了球員見面會 這些稻奇隊的一個球員 其實也是有一段時間沒有見面啦 彼此之間打個招呼熱絡得很 但是全場的焦點 當然擺在首度正式 穿著稻奇球衣 在稻奇球場亮相的大鼓祥品 大鼓祥品一出場 當然是全場的一個焦點啦 那很多這個問題呢 就圍繞在他身邊來打轉 包括他現在的一個復原進度啊 他是不是能夠 什麼時候能夠再回到球場啊 但他現在呢是很有自信的說 他一切呢就是按照SOP總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就該做這個復健呢 就做復健 他很有信心 能夠在開季的時候 3月20號那場 在韓國首爾所打的稻奇隊的開幕戰 他能夠順利趕得上 希望如此 當然呢 2024年球季 他一定是只能擔任DH的一個身份 未來他跟Mookie Bass Freyman的一個放肆怎麼樣安排 其實也很受到注目 那一切呢我相信 因為Mookie Bass Freyman也都是那種 以團隊為主的一個球員 目標當然是世界大賽的冠軍 我相信呢 稻奇隊在新的賽季 絕對會是全大聯盟 30支球隊當中最受矚目 也絕對是轉播場次最多的一支球隊 大拭目以待啦